大家好,我是孫文喜,歡迎收看孫子事發 先說說市 市跌,早段其實升過 從上30,000點水平,去到30,112 期後就不行,回軟曾經跌過200點 有很多,倒跌200多點 去到29,600多點的水平 不過期後,好在跌幅稍微收窄 收29,805點,跌157點 成交也縮了少許,985億 昨天過千億的成交 今天的市跌,跌幾類股份 一類電訊股 比如中二動,跌得很厲害 另外,很多股都回軟,可以在金沙下錯了 昨天升得比較好的石油股位置 其中,納指和標指,標普和白指數 都是創出收市的高位 新高來的 其實,intraday來計算 就是盤中 盤中 都無限接近歷史高位 例如以納指來計算 盤中的高位 就去到8128點 至8128點 同歷史的高位 8133 差幾點而已 真是無限接近 標普500指數同樣也是 昨天最高見過2936 歷史高位是多少呢 2940,只差4點而已 升多一點就破了 其實今晚會破,要破就很容易了 因為幾點呢 砰砰上去就會破了 美股那麼厲害 但為何高開之後 復復復復復 慢慢地下跌 一度還倒跌200多點 這麼凶狠 其實原因都可以跟大家 副析一下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跟美股 其實開市就不錯了 收市之後 就 一般地 因為開始期間 為什麼會做得好呢 就是跟美國企業的盈利 出來的不錯 大家覺得 其實一直以來 大家對美國第一季的盈利 期望不高 因為預期 今年第一季 以標普500來計算 是會錄得盈利倒退 跌4%左右 一般預計 所以 期望不高 現在出來 盈利的表現 未至於抄襲 而且部份的股份 是更加有不錯的表現 成為推動美股上去的重要動力 其中今晚 一隻比較 突出一些 就是Twitter 即特朗普經常發推文的公司 Twitter的盈利 業績強勁 令大家對美國的企業 或者美股 看法樂觀 推它上去 加上其他原因 市場人士的解釋 又說聯儲局轉了甲 當然這是一段時間 大家仍然覺得這是原因 譬如聯儲局轉了甲 中國經濟 有望在第一季 見底 起碼不會出現大家擔心的所謂經濟硬仗錄 加上歐洲也說到 緩和了來 整個形勢 是不是緩和了來呢 起碼 英國脫歐方面 這陣子 沒有說得那麼行 大家都相信 英國也不會硬脫歐 可能最終不脫歐 無論如何 這個原因是 解釋 市場人士用來解釋 昨晚美股 創收市新高之餘 連intraday 即盤中高位 都無限接近新高的原因 只不過 剛才說開市的情況 收市之後 德州義氣公佈業績 業績算是OK的 只不過 在前瞻指引 令大家開始 有點擔心 而擔心延續下去 因為對亞洲股市 不大有利 第二 德州義氣說 前瞻方向 都平平 不是特別好 加上 告訴大家 整個價格 對於半導體的需求 並未明顯地復甦 這與大家預期有落差 大家預期 今年會好好 回復之前動力會好很多 半導體的需求 但是德州義氣告訴你 不是這樣的狀況 所以對亞洲 是有些影響 其實對美股在亞洲交易的期貨 都有輕輕的衝擊 道指剛才進來之前 道指期貨下跌十幾點 當然這不是很厲害的跌幅 但是有輕輕的影響 但是對亞洲來說 影響就大很多 因為其實 剛才說 港股 高開就逢往下跌 其實整個亞洲股市 都並未跟隨到美股的強硬升勢 有些升就升很少 升那麼多 不少還是跌的 例如日股又跌 韓股 特別是南韓股市 這陣子就偏向弱勢 更加要繼續跌 為什麼亞洲股市這麼淒涼 就跟不上美股走高呢 原因是可以從以下幾方面 跟大家副析一下 第一就是 其實最近大家就覺得 全球經濟就開始回穩了 中國經濟第一季就見底 起碼都不會硬著陸 就像剛才所說 但是看亞洲區不同的經濟體 出來的數據又不像大家說得那麼好 並未跟這個樂觀的預期吻合 包括什麼呢 特別是對中國出口比較多的兩個經濟體 一個就是南韓 一個就是台灣 最近出來的出口數據 特別是對華出口數據 並未跟得上大家的樂觀預期 兩個都跌的 跌成一成多 譬如南韓來計算 四月頭的這段日子的出口數據 對華是跌超過一成 台灣三月份的對華出口 亦都跌超過一成 換言之 大家說到中國經濟 好像量力了不少 但是在數字上並未反映 這個對整個亞洲的情況 或者股市多多少少都會帶來一些壓力 第二個就是 這陣子美國科技股走勢非常強勁 剛才提到 以科技股為主的納指 已經升到無限接近新高 蘋果和不同的科技股 那幾隻很強勁的 大的科技股 升勢更加零厲 蘋果又甚至 但是你看看蘋果或科技股相關的產品 譬如記憶體的價格 以至不同的零部件的價格 其實是向下的 一直走向下 下坡路 跟大家說預期 又很不一致 這幾令大家有些擔心 特別是亞洲股市科技股也是其中一個板塊 低位升上來不少 升上來不少 其實在反映不同的板塊裏面 或者整個股市 反映在比較好的情況 現在一般的說法是反映在第二季 至今第二季開始 業績就復甦了 但現在看起碼科技股來說 一個很重要的兩個產品 以至其他產品 價格都未掉頭向上 仍然下落 大家開始會擔心 加上實質上 你看看已經出了業績的部分 巨型科技股的業績 真的比較頭赤 例如今日其中一個 就是LG Display 即是LG顯示器方面的業務 第一季的虧損比市場預期更加大 即是經營虧損比市場預期更加大 另外三星的表現都一般 業績 加上最近三星 如果大家留意手機 它說可以接的手機 玩了幾晚就螢幕都爆了 整個情況就搞得不出得住 免得像上次那樣 不想重渡Note 7的覆設 出來沒多久就搞得一鍋足 現在直遲延遲推出開接的手機 可以說出師未折 機才死 看來整個亞洲區的情況 特別是業績方面 經濟方面都不像 起碼跟大家很樂觀預期 是很明顯有落差的 即是經濟好業績好 所以整個亞洲股市 是一般的表現 與此同時 除了亞洲區 中國自己都有一些狀況出來了 都令大家有些 對前景都開始打個問號 包括甚麼呢 其實我上個星期節目都提過一下 大家開始覺得中國政府 未必會再以前不斷加大力度 來自港法 不會再加大力度去刺激經濟 原因是上個星期節目都說了 今天不再說太多 主要發覺經濟數據也好 不同層面的事情 都發覺中國經濟 已經比之前預期好 起碼沒有預期那麼壞 特別是其中一個GDP數據 大家第一季還有6.4%增長 都算不錯 並不太差 因為中央都說6至6.5% 6.4% 所以大家開始越來越預期 中國政府就會收下 不再放太多 加上今個星期的新發展 昨天已經有一宗 中央再次重提樓 或者房地產 用來住的 就不是用來炒的 這句話出 市場人馬上聯想到 是否中央由開始 將目光 對準住房地產 壓制住 不要讓它過熱 所以昨天 內房股是普遍向下 今天好一點 由低地彈上來 但最近內房股走勢弱 在第一季時期比較強勁 因為大家憧憬 中央應該不會再壓抑 防地產的情況 限購令都不會有 估計 希望透過防地產 復甦來推動經濟 所以第一季內房股很強勁 但四月開始 已經不復第一季用了 開始慢慢高位回軟 最近都是維持弱勢 加上昨天說一說 就更加跌了 可能跌了太多久 所以今天也反彈了一點 但總而言這顯示中央不再加大力度 刺激經濟的預期跟昨天說法是一致的 今天又有了 今天人行開展定向中期借貸操作 這個操作是借錢 特定向特定目標借錢 被認為是比較精準的借貸方法 為特定目標提供流動性 目的是什麼呢 市場解讀 央央或中央不想一刀切 為整個市場提供流動性 以免市場 特別股市 過熱再炒上去 重蹈以往的覆轍 不想這樣 換言之 今天這個定向中期借貸操作 亦都符合了市場市 覺得中央不再會 一招接一招刺激經濟這個預期 這個當然不是好事 對股市來說 當然對經濟或其他人 可能操作得宜 是有利的 但對股民來說 這個就不是好消息 這個就是第一個 所謂內地出現的狀況 第二個狀況 值得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北上的資金 就可以持續流出 其實在今天小帶今期 Imani的編輯話 都提過這個說法 這個就是聰明錢的部署 這條表題就是說 聰明錢是怎樣去部署內地A股 聰明錢是先知先惡的 北上資金很明顯是 這次A股升浪的聰明錢 因為首先衝進去A股買的 就是衝進去買A股 北上的資金是寄一供 就是外資寄一供 但是外資到四月份開始就掉頭了 不再是大手大手買 而是慢慢地沽出來 四月上旬已經持續了 曾經七日 七個交易日是淨流出 過這兩天 過這兩天的交易日 也是北上資金繼續淨沽出內地A股 譬如今日淨沽出 價值30億元的A股股票 換言之 北上資金又是這樣流出 維持的流出趨勢 這值得大家留意一下 剛才提過 整個亞洲形勢就一般 內地自己股市本身又有個狀況 顯然就和美股 一個可以說是天堂 照人身高 亞洲這邊是否只是地獄 但肯定就和天堂那方面 就沾不上哪 沒有辦法跟著它走 港股近這一年 其實和A股的相關性 就非常高 相關性一點 其實一起走 它一起升 一起升 跌 一起跌 最簡單的演繹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就受著 亞洲股市至A股的 比較弱的氣氛下 港股今日都是表現一般的 由於剛才提過的情況 譬如無論是 亞洲的經濟 亞洲股市的業績 以至內地 中央對刺激經濟的看法的改變 以至北上資金就持續流出 好像已經形成趨勢 繼續慢慢股足 所以在這樣的大環境下 估計港股 短期內大有機會 就會繼續維持近期的整股趨勢 其實近期已經慢慢出現調整了 因為幾次去試到 30,300點 都是穿不到上去下跌 今天也是 今天衝上去30,100水平 就下跌 現在順著整個亞洲區的弱勢 估計行新指數 都會在未來這段時間 都會繼續整股 向下就考驗 今天其考驗一次 就是20,000線 估計再次要考驗 20,000線大概在29,600水平 就是29,600點 以至之前的前浪頂的支持 就是29,500點 這是未來第一級的重要支持 如果穿了 可能更加要來一個 真的比較像樣的整股 因為恒指由1月衝上來之後 其實都沒有試過很顯著的調整 如果29,500也穿了 就可能來一個比較大的調整 可能要去到補回 之前的上升裂口大概 以至重要的心理關口 就是29,000點左右 所以留意住 29,600和29,500 是接下來很重要的關口 這一失手 可能你預期一個比較大幅度的調整 或者一個似樣的調整就會出現 事實的關係 今天的市場的分析就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收看